那是MIT史上最年轻的金融术士 多次被邀请参加世界数学竞赛 曾连续五年在英国获得全国数学公开赛金奖 被称为数学天才 我人生其实有一个故事 我是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 其实让我有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 戴着MIT戒指的人其实也是我爸爸 然后因为我爸爸呢 他现在已96岁了 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上一代的人 对他来说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他来说剑桥Oxford就是人生的高点 能够到那些学校你才赢 所以他从小就灌输一个信息给我 你一定要考得上Cambridge 你一定要考得上剑桥 我真的非常努力去读书 因为我想我爸爸开心 然后到17岁的时候 真的让我考进去剑桥 拿了一个经济学的学位 当时我给我爸爸看了一个那封信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的开心 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所以我算是完成了他一个梦想一个心愿 可是也同时间因为我一直往前冲 我也考上了别的大学 比如说Stanford 比如说耶路 比如说MIT 发生零工 然后当时 我觉得 我要去MIT 因为我觉得 我的时代跟我爸爸的时代 其实已经隔了两代了 所以 我很痛苦地告诉我爸爸 我不想去剑桥 我想去MIT 我在MIT读了三年 其实三年这个数字 应该是对每个人听起来 来说是很奇怪的 因为大学是读四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MIT的每一天 我都知道在16个小时 就是距离的爸爸 他会给我吐槽 他会说 去英国不就三年能够完成一个学位了吗 你不是浪费了一年吗 你去剑桥不是能够读经济学了吗 不是能够进去金融这个市场了吗 所以 我就立起决心 我要破纪录 我要四年的课程 三年读完 最后我做到这个事情 我成为了MIT最年轻的金融硕士录取生 这个是学校 一百年的历史 我拿着 谢谢 我拿着这两个东西回到我家跟我爸说 我虽然去了MIT 可是我也完成了一个心愿 所以 您的 人生之处可能是你 我的是我爸爸 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一块 我们都路过了人生一些比较困难的过程 家人呢能够给你温暖 同时也能够给你激励和一些力量